用两种配方做了两种年糕,适合两种吃法 180克的粘米粉,加入100克的糯米粉 加入140克的清水 把水全部倒进去之后用筷子搅一搅 然后下手像这样抓捏搓 把大颗粒给搓散 最好的干湿程度是这种能够轻松捏成团 按一下就能够散掉的状态 震动里面铺上一层浓布 再把米粉给倒进来 松松的把米粉铺上去 摊平整,用筷子扎一些小眼 第二种配方,糯米粉,粘米粉,清水都是140克 也将它搓散 搓好之后的状态跟第一种是一样的 轻松成团,轻轻一碰就能够散掉 放到蒸笼里面,用筷子扎一些小眼 两笼一起蒸,水开之后中火蒸15-20分钟左右 蒸好之后取一笼,另外一笼盖上盖子保温 倒在案板上面,如果蘸的话可以抹一点油 趁热将它揉搓均匀 一定要多揉一揉,揉到光滑细腻 因为我们这边天气比较冷,一会儿就凉了 凉了就不好揉了,所以动作一定要快一点 揉好之后再将它搓成长条 稍微粗一点,然后按平 包上保鲜膜,放到冰箱里面冷藏3-4个小时左右 第二种就是1比1的糯米粉,粘性就会比较大 一样把它揉光滑,然后搓成这种细长条 全部搓好之后摆在一起,用刀切成长段 稍微凉一下,像这样就做好了 再把冷藏好的年糕拿出来 凉透之后就很好切了,把它切成薄片 其实两种配方,口感都可以 糯米粉1比1的量,我觉得更适合煮着吃 像这种糯米粉少一点的,炒着吃更香 两种做法都非常的简单,你更喜欢哪一种 感谢观看,我是阿宇,拜拜